好 再来看到是台北市才庆祝一天的零确诊 而今天新增两个本土案例 其中一例还属于感染源不明 另外一个呢 则是台电职场群聚案中 确诊孕妇的小孩 不过这名小朋友现在是就读幼儿园的年纪 外界也关注一旦9月实体开学之后呢 有学生或老师确诊情况的相关因应措施 北市府强调原则上是一人确诊全班停课 两人确诊全校停课两周 而除了确诊者之外呢 其他的居家隔离者也需要符合一诊一户的原则 不然就是要住进防疫旅馆 台北市零确诊又是一日行情 20号这天新增两例 其中一个是台电职场群聚案中染疫孕妇的小孩 另一个感染源还在查 不明感染源的占比就越来越高 如果要完全清零 那个代价越来越高 因为越来越难抓 有不明感染源要清零就更加困难 但是眼看暑假马上结束 高中以下各级学校 9月1号就要开始上实体课 如果有学生或老师确诊怎么办 如果是有确诊 那么全班停课 如果学校里面有两位 确诊 那就是全校停课14天 一旦停课 除了确诊者以外 学生都被匡列居家隔离 北市规定除非可以做到一人一户 不然都要住进防疫旅馆 但12岁以下的孩童 要有照顾者陪伴入住 依照这个儿少法的一个规定 确诊的当然是到医院去 居家隔离的 那这些呢就需要有这个照顾者 那我们是根据中央的指引 新北市一直都以来呢 都会安排 去照顾者 进入陪伴照顾 至于请假问题 无论是学生或照顾者 都会有卫生单位 发出的居隔通知书 可以据此请假 防疫旅馆的费用 北市也有补助 希望尽量让民众没有后顾之忧 依照规范专行抗议 华市新闻张志勤 黄兆胜台北报导 好